我愛我 詞曲 王文仁 詞曲 王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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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仁 新 芒撞的角點 新 芒撞的角點 愛 反反覆覆 闖進我的世界 一起看來很美很甜 讓人脆弱讓人迷戀 讓我不由自己就深陷 我們還能愛了一瞬間 好像忘了忘了全世界 我的愛在蔓延 像對你說輕盼的思念 我們愛了愛了很多年 但願心跳不會變 And you will love Say you'll love me forever 我們來了來了 董事長 福樂啊 今天有點忙來晚了 您感覺好一點了嗎 還好 可能還有幾天 就應該差不多了吧 是嗎 醫生怎麼說的 大夫怎麼說不用聽他們的 我覺得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好好休息了 就算放個長假了吧 對不起 我接個電話 喂 喂 福樂 你現在回到家吧 有事找我嗎 對 有事找你 那好吧 那我現在回去 董事長 我媽找我 我先回去看一下她 好 好的好的 你多休息啊 我送你出去 好 我先走了休息啊 好 不用送了 回去照顧爸爸 走 走了 拜拜 又會愛上的你嗎 你會再招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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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走开人 眼海变成 未到全海 我并不是天生爱尽我 却比任何人多 就算把世界借给我 还是无所谓 你就是唱破天 我也不可能跟你分手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有些人不怕得太温暖 离开了再不可 我早已该隔世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妈 这么晚叫我回来干嘛 你快来 妈找我什么事 坐坐 找我有什么事 来 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你先别管了 你 你看这个钱 够不够租那个厂房的 哪儿来这么多钱啊你们 傅乐 你爸为了支持你创业 把咱们家的房子 抵押给电当行了 这个今天电当行给的 不行 怎么可能把房子给抵押了呢 我不要这个钱 你别别别别大惊小怪的好不好 抵押要不是把房子给卖了 等你创业成功的 你赚了钱把你房子再赎回来 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这么多年拖累了你也拖累了 这个家拖累你妈妈 真是 行 你就赶紧打起精神来 好好干 但是有一点啊 这事没告诉你弟弟 哥哥不知道 你弟弟说实在的 这么多年吧 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 等你真是干成功了 别忘了他就好 这么多年这个家 就靠你弟弟一个人来养活了 行了 你放心吧 好好干 我跟你妈虽然岁数大了 但是现在 你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你不用担心 干出成绩来就行 我们就高兴了 爸 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我一定会将我研发的软骨素 推向市场 舅舅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把那个厂子拿下了 真的 恭喜你啊 以后 它就是我的厂房了 我的软骨素 就会在这里诞生了 就会在这里诞生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那我先挂了 拜拜 是弗洛王 他把厂房搞定了 太好了 他不但没有被范围击倒 反而是越挫越勇 我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如果他没有遇见我 也不会碰上这事 也不会被逼到绝路上 是啊 你现在终于明白了 当初我为什么 没有把他情会容大了吧 你是为了保护他 不让他卷到这件事情上来 是啊 我们的强股素马上就要研发成功了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出家投资 增加生产线 只有这样 才可以给我们容大带来更大的力 我同意帆总的说法 这个项目 投资是不是得等董事长 回来以后再做决定吧 我是这个项目的总经理 我有权利决定一切的事情 就算是这样 不过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 数得挺大 我看还是当同董事长 由他来决定这件事 您看好吗 刘总 您好像知道现在 尚总在住院吧 他身体很不适 难道你还想 因为这些小事去烦他吗 那就等他出院以后再说吧 等他出院之后 您可以等 项目可以等 市场可以等吗 您告诉我 我知道你现在拿的年薪不低 可是尚总给你这么高的年薪 是让你为容大创造利益的 不是无所作为 你明白吗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 我的态度是 我们只是听从董事长的决定 好 那我现在就代表尚总 请你离开容大 你说了不算 任何人 都不能阻止容大的发展 对 对 董事长 范伟现在越来越嚣张了 就因为我今天 反对他提出的方案 他就代表你 将我这么轻易地开除了 我觉得他开除我 并不是单单的 因为我反对他的方案 而是想告诉所有人 都不能反对他 您可要小心啊 董事长 嗯 我知道了 老刘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受委屈了 好 你就暂时他放个假吧 怎么了 爸 范伟 把我的人 几乎全都开除了 先是福乐 后来接二连三 又是老刘他们 想一想 我的这些员工 跟随我几十年 工作上兢兢业业 对我是忠心耿耿 没想到最后 竟然落到了这个下场 房屋也太嚣张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舅舅 不行 你赶紧给我办出院手续 我不能再在这儿待了 爸 我不能做一代病 您身体还没恢复呢 绝对不可以出院 你说我怎么在这儿待得住 您还劝我要冷静 现在最应该冷静的人 就是您了 爸 您说如果容大和新丰联姻 会不会增加投资者 对我们的信心 那是当然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什么意思啊 傅乐 我可怎么办 谁能帮帮我 我可不是 你不能帮我 我说一遍 我能帮你 你不敢帮我 你不敢帮我 你不敢帮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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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 嗯 爸 发回来了 嗯 怎么样 身体好点吗 嗯 真是谢谢你了 一共都这么忙 还记得来看看我爸 不用客气 看 我还好了 没事 对了 范薇啊 你负责的那些新项目 进行得怎么样了 挺顺利的 您委任我来做这个项目 我一定会做出一些成绩 给您看 哎呀 好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的病啊 就好了一大半了 只是 怎么了 您不在容达坐镇 我心里没底啊 我在医院里坐镇 不也一样吗 有什么事啊 咱们随时可以沟通 但是公司那几个元老 他们 不从项目的利益的角度出发 所以 我迫不得已就开除了几个人 我事前也没跟您商量 您不会生气吧 好 哪儿的话呀 员工不服从管理 就应该受到惩罚 叔叔支持您的做法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 范薇啊 在叔叔住院这段时间 容达可就交给你了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 好 叔叔 觉得信得过敌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好的 您就安心养病 嗯 好 爸 您刚吃了药 二少说话 多休息 对 好 邵总那我 我先 舅舅 我们出去走走吧 好啊 我回头再来看您 好 行 去吧 嗯 晚上一直是你一个人 你现在在照顾上学队吗 秦姨呢 他还得在家照顾罗罗啊 那 晚上我过来陪一个吧 不用了 看什么呢你 你说你生个病 我来看你不天情地义啊 弄得跟做贼似的 来了几次 都没进来 你多亏没事 这你要有什么事 我还见不着你了呢 这什么话呀 活钱死不了呢 说啥 我说得还过分啊 老上 嗯 九九真的太过分了 你能不能说说他呀 我看 他不是想 独吞财产吗 没事 你放心 这事啊 我会说服九九的 你也要早说说他 我这后妈 也不至于当得这么憋屈 秦莹啊 这些年 让你说我委屈了 十年夫妻 难道就只是为了跟古一平打败我 或者背后还有更深的阴谋 没事 看来没有给他荣大的股份是对的 为了你呀 都值得 这两天罗罗一直吵着要来看你 可想你了 是啊 我也挺想想罗罗的 还是他对我好啊 比九九强吧 你看你 老说这个 就不好了 老师啊 我是 我是挺担心罗罗的 你看对你来说 九九是你的孩子 罗罗也是你的孩子吧 九九有的 咱罗罗是不是也得有啊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老师啊 你能不能先把遗嘱立了 这样我就不担心罗罗了 遗嘱 我呀离死还远着呢 不是 你说咱做父母的 不就是替孩子操心吗 你想想 好吗 行 好 这事啊 等我出院了以后再说吧 你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还有一点啊 我再来的时候 舅舅不能黏我啊 再黏我 我可对他不客气啊 行了 行了 就你自己一定也要注意休息 别把自己身体也弄垮了 这样不是是正好可以减肥吗 减肥 有这么减肥的吗 走 怎么了 舅舅 你在想什么呢 没事吧 姐 我知道 培育那件事情我做得非常不错 可你得相信我是因为害怕失去你 我才 我这两天我也在反思 我反悔 怎么会做出像这样的事情 这还是我 我特别想现在 如果有一个月光宝盒 我把它打开 我对着他喊 菠萝菠萝蜜 然后时间就可以 就可以回去 就可以回到我回国的那一天 我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都过去了 姐姐 你知道我最怕你是吗 你怕我吗 不会吧 我怕你 我最怕你在我面前不吵个闹 不冷不热 这是不是代表我永远都没机会 你真的爱我吗 你还需要我拿什么去证明你 你回去吧 我上去看爸爸 别的你就别操心了啊 好好养病 是 那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 你们俩见面就掐 你得让我好好休息啊 你先回去吧 好 那你好好休养啊 嗯 我走了 嗯 去吧 那个 饭 热水什么的都在这儿啊 好 好 好 她来说什么呀 她逼我 立遗嘱 立遗嘱 她用真是想着法地逼我没啊 舅舅 我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让她抉择自己工夫 便宜了 小小小说 她真是很深的 肥子 你守着她 她的警察 一定要稳住轻盈 我知道 我会尽量控制 你说啥 妈 妈 你怎么不叫我 自己去买菜啊 你这一天找工作挺累的 有空了 妈 给 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你们知道咱们小区 姓翟的那个二闺女吧 知道她怎么了 听说啊 人家今天结婚了 啥 就她那闺女长那一科尘 也能嫁出去 人家是招你惹你了啊 说话那么难听 妈 你买的这些菜真新鲜啊 听说这彩礼啊 就收了三十万了 多少 三十万 三十万 你看看你啊 又跳楼又逃婚弄紧的 你说你 早一点找个稳当的人 撬出去 不也就完了吗 这能怪裴云一个人吗 是她一个人的错啊 那是我的错啊 我就因为她这婚事 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放 我都走不出去这个门 那是你自己不想出门的 妈 我这事都想好了 裴云以后的婚事 我做主了 我必须快速地把你嫁出去 国内不行就国外 越南老卧前不谁 反正那儿也没人认识你 别听你罢护这儿 回屋去 国外 越说越离谱 懒得跟你说 喂 宝刀 你干嘛呢 我正等着暴风雨的来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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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我们家邻居她女儿结婚 我爸又受刺激了 她现在喝酒呢 估计一会儿就要开始收拾我了 吃小吃去 好啊 那你等我一下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给我弄点花生米 姐 走到这儿到那边 放入几时就一半 福乐 我记得那个孙教授 好像看过你的研究数据 他们不会提前研究出抢股素吧 不可能 他们现在还在研发抢股素的合成阶段 没有那么快 你别大意 万一要是 没有万一 上次我被恶意删除以后 数据 材料 都没有留书面记录 全都在这儿 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 短期之内研究成功 一定不可能 而且我已经把产品的配方 申请专利了 丁福乐 你太棒了 那咱们这样吧 嗯 咱们赶快看看原料吧 看看哪家原料便宜 原料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 我们怎么找订单 对 看我怎么找订单 跑呢 学校 我说啊 这死鸭子跑哪去了 你嚷嚷啥呢 你这一天嚷嚷的 我脑人都疼呢 她以为她出去就能躲得开 我是不是 是裴云朵你呢 我一天看见你拿起酒瓶子 连我都想跑呢 那你跑啊 谁拦着你 真是 你回来回来 你看这是不是咱闺女照片呢 这不是宝刀吗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咱闺女出去旅游的时候照的吗 这么说 这么说 是宝刀陪着裴云出去玩了一个月啊 你还是过来着 白活 连这都看不出来 这宝刀对咱闺女 肯定是有意思 要不然你想 这一个月啥也不干 就陪着咱闺女到处乱转 真是 你的意思 是他俩在谈恋爱呢 不会吧 即便不是谈恋爱 宝刀对咱闺女肯定有意思 这下好了 咱闺女 不用嫁到越南去了 你啊 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吧你 来了 走吧 我请你吃饭 怎么这么高兴啊 你捡着钱包了还是找对象了 我跟福乐把厂子盘下来了 真的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有自己的工厂了 那太好了 你们哪儿来的钱呀 去贷款了 没有 叔叔把房子抵押了 好吧 那我也只能祝贺你们了 我最怕你在我面前不吵不闹 不冷不热 这是不是代表我永远都没机会了 你真的爱我吗 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老天一定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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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舅舅 你这是又熟了一夜 没怎么睡吧 我没事不累 爸爸没事 你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我想陪着你 我真的没事 爸 怎么了 没出什么事吧 我想好了 我决定 跟凡尾订婚 为您融资 争取一些时间 不行 你说当初 我们不知道他们阴谋的时候 我都没有让你跟凡尾订婚 现在我知道了 凡尾跟谷一平这么阴险 那我是怎么也不会 让你跟他订婚的 不行 爸不同意 可是爸 现在除了这个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再说您也说过啊 我现在订婚 将来我还可以回婚呢 话你怎么说呀 可是万一到时候 你不能全身而退 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我也只能认命了 你 你早就想好了 我想好了 关键是福乐怎么办呢 我不能让他 牺牲在我们两家的斗争里面 所以我只能学您了 学我 您不是为了保护他 才没让他回荣达吗 是啊 可是 爸 THAT 伤伤呢 他因为我跟福乐 在一起 所以就处处针对他 可是福乐现在 他开场创业 那些钱 都是他爸妈 抵押了房子 带出来的 如果范围继续针对她 我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 为了她好 我只能离开她 舅舅 你这样牺牲也太大了吧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 当初是你一直反对 跟范围订婚的 现在你突然决定 跟她订婚了 你说范围 她一定会怀疑的 我会想办法 你知道吗 就得触徒 你这些人 就得触律了 我去把她放下 你把我放在那里 就得触律了 所以这事 我现在就想要 凭遇了 如果她就想要 凭遇了 你看她 闺磨有多大 这是一个小做法 我知道了 喂 久久 不是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过来 我马上就过来 爸 醒了 舅舅 爸爸对不起你 你为了爸爸 做出这么艰难的决定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爸 别这么说 现在 只有您身体好了 一切才会都好起来 妈呀 怎么说话呢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 这大上午的 没事你给我打电话 土豪啊 不怕乱费电话费 少废话 告诉你啊 今天我要逛街 我想买点衣服 你得给我领东西 不行 我这马上贴吧 粉丝等着我呢 马上那沟沟已经开始了 什么 你又要勾的那些 脑残的女粉丝啊 我告诉你啊 沟沟 你如果不来的话 后果特别严重 别怪姐妹提醒我你 听见了吗 不是 你怎么就又这样 什么谁 谁粉丝没接操啊 你 我 我真服了你了 真的 我真服了你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说死我也不去 你以为我怕你啊 没完没了了你 来 胆子肥了敢挂我电话 这个死瓜瓜 要让我见着你 我非让你知道你犯了 多么低级的错误 你别想赶我走啊 我一定要照顾我老公的 你这叫什么话呀 秋秋怎么会赶紧走呢 你要出去一下 来 怎么样 今天好点没 好 好多了 刚给你弄了粥趁着喝点 来 小心烫啊 为什么大家在听到这句话 以后就相接过 以求反之是 这孩子 怎么长期暖探的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事 什么没事 你是不是男子汉 是男子汉 就应该对父母管 这心理事给说出来 得了吧 您少骗我 我说了您又嘚巴我 你别在我面前就是长期暖探的 好好好 爸 没事 我问您一事啊 嗯 您当年跟我妈在一块是谁追的谁呀 哎 哎 果果 你是找打呀 不是 你看我就问我爸 随便问问您 那老瞎跟着 爸 你想着还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你妈追的我了 真的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呀 妈 您也太不矜持了啊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啊 啊 你听你爸的呢 你还真信他 不是 爸到底怎么回事 你去回家 那个时候你 你一想啊 哎呦 你妈以后长得漂亮的 我跟你说啊 穿着一身海军蓝 是俩大便子 成天呢 就就在我们厂门口 哎 就等着我下班 一下个班就见你 我说丁哥 给我买根冰棍呗 我说行 买根吧 天天如此啊 时间长了 后来我一算 这冰棍钱不少呢 行了行了 你打住吧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哥哥 他整个说得 是个反过来的 妈妈妈 你先别跟着着急 我这问我爸话呢 爸 那 您 当时就没有想过 把我妈给甩了 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我就 我就随便问问 我就想知道我 你 你问什么问呢 你还猜到你爸 把我甩了是怎么着 我要把你妈甩了 能有你吗 你就是 你从哪儿来啊 您要真有本事 您现在甩一个让我看看 哥哥 你是不是想看的 那你先看看我 今儿怎么打你的 你 我看你 妈妈 你 你 走开 走开 我真跟你有带中 你什么一点都不理解我 来来来来 哥 你看 你看你亲妈有打我呢 该打 干嘛呀 你干嘛 走走走走 行了行了啊 来 福乐 怎么样 厂子盘下来了 盘下来了 好啊 有了事业就一定好好干啊 不是 什么厂子 什么事业 你不知道啊 你哥现在是大老板 开了个制药厂 不是 不是你那厂子租下来了 租了 你 哪来那么多钱啊 带我 带我 小燕 可以啊 以后咱们家出了个 盯的老板 爸 那个厂子的名字还没取呢 要不你取一个吧 我倒觉得 就你这个名字挺好 福乐 我的名字 福乐多好啊 我这个名字不好啊 福乐好 这名字好 你看啊 你那名字里边 有个乐字 乐字是什么的 就大家都高兴 都喜欢 都支持你 你那些人 拍摄 你那些人 然后可以忘记可以不想念 原来不只是一瞬间 原来心痛不能敷衍 当你转身离开我 我才明白怎么不坦白 其实我想很狠爱 我想被你期待 你化的老怎么也逃不掉 欠你的爱如果在世界里重来 命运之一让我们消遇在人海 保证你不放开 缺陷的老 我们都逃不掉 心底的爱 请放在我梦里感慨 命运之一让我们重逢在人海 抱着你不放开 心底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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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底的爱